中华民国摄影团体联合摄影展览以及联营摄影竞赛 今年由南投县摄影学会主办 超过1500位摄影好手齐聚虎山艺术馆 活动以建设南投为主题 展现800多幅的作品值得大家前往欣赏 展览期间从节日起到11月29号 欢迎大家一同体验南投之美 台上妙龄女郎跳着风情万种的中东肚皮舞 台下观众相机快门声更是此期彼落 中华民国摄影团体联合摄影展览 继联营摄影比赛在南投虎山艺术馆举行 今年由南投县摄影学会主办 以建设南投为主题呈现相关作品 我们南投县的摄影学会 大家请全力来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自全国各地所有的摄影好手 都齐聚在我们南投的中心幸村 虎山艺术馆 那我想这里面有多层的意义 一方面摄影界的老师们 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大家互相来观摩交流切磋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来行销南投的旅游跟观光 借由我们南投在地的这些摄影老师们 他们把南投的好山好水以及好的人情 把他拍成照片之后做一个展示 那我想让外地的这些民众 他们看到会有一种吸引力 可以吸引更多的观光客来到南投 那同时借由这一回的摄影比赛跟摄影展 全国很多摄影老师来到南投 那我想他们也会利用这个机会 踏查走访我们南投的一些景点 那借由他们专利的技巧 再把南投的美景捕捉之后 再发送到全国各地区 我想这对我们南投的观光 跟旅游的效益是非常大的 摄影街和旅游是很棒的活动 这次除了文化局的参与 观光处也大力支持 并希望未来能以南投县美景为主题 扩大办理风景区摄影大赛 除了可以让摄影大师们相互交流 也可以借由大师的视角记录南投美好事物 摄影间旅游是一个很棒的一种活动 那可以透过我们摄影大师 他的摄影的这个角度 来记录我们的美好的事物 那南投有很棒的这个人文 自然风景还有产业 还有很多一年四季的相关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明年预计跟文化局来扩大 针对我们南投的这个好山好水 来做一个记录 透过摄影大师来帮我们 来做一些记录跟宣传 活动除了有中东肚皮舞 以及九九剧团的开场表演 主办单位也邀请多位美少女 担任摄影模特儿 让摄影团体拍摄交流 透过教学指导 增添摄影老师们的互动 文化局表示 自从林荣森局长上任之后 摄影类纳入了玉山美术奖 参赛选手相当踊跃 成功吸引全国人士 体验南投文化及美景 借此达到行销旅游和观光的努力 记者简月荣 中心新春采访报导